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即将到来 青山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 正在如火如荼的筹划第42届国庆升旗大典 今年的国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安东提醒大家 今年在南湾举行的盛大升旗典礼 时间是在10月5号上午10点10分 地点在Santara县政府广场 典礼中将会有北一女中校友一队 陆军官校一队 Fosca青年志工 以及各地知名社团表演 陈安东主委还特地亲自回台湾 订做了上千份精美的礼品 典礼当天要将这些精心准备 飘洋过海Made in Taiwan的精美礼品分送给现场来宾 当天晚上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还会举办公宴 感谢湾区各侨团对台湾的支持 凝聚海外侨胞的向心力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特别抽空 参加国庆筹备会议 他说国庆大典庆祝大会 在湾区历史悠久 透过国庆活动 让美国的朋友看到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北湾的升旗典礼将会在10月6号下午 在旧金山的圣马利广场举行 之后还有游行活动 明年1月台湾即将举办第15届正副总统选举 国庆主任委员陈安东预估 今年参加双十国庆的人潮 必定十分踊跃 热闹可期 新闻剧关心如何预防老年失智 美国人口正在加速老化 到了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将会达到7800万人 美国的老年人口将会首度超过儿童人口 阿斯海默症排名美国第六大死因 但是却只有一成六的老人家 定期接受认知检查 预防失智症的方法 包括第一要健康饮食 多吃新鲜蔬果 骨类 第二是要多运动 可以减少五成的发病几率 第三 每天至少要睡满八个小时 第四是要学会放松心情 释放压力 保持乐观 第五是要保持社交和朋友 社会保持联系 第六是要持续的学习 对事物保持好奇心 活络大脑 感谢收看 下次见